大家好 我是李医生 并不低 比如像干豆类 毛豆 花生 海带和菠菜 尤其说到这个菠菜呢 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草酸 容易与体内的油粒钙生成草酸钙 大量食用会导致节食的发生 根据临床上的一些患者的反馈 大量食用菠菜呢 很容易引起痛风的急性发作 所以呢 只吃素菜 不会引起痛风的说法 是片面的 那么哪些素菜尽量要少吃呢 在这儿呢 我给您列个表格 希望您不要再中招了 就是对于一些高飘龄的食物 我们可以去记一下 像豌豆苗 芦笋 黄豆芽 绿豆芽 紫菜 香菇 那么较高飘龄呢 就是海带 金针菇 菜豆 花豆 笋肝 那么除了以上蔬菜之外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 还应该避免碳酸饮料 因为它里面含的果糖 代谢时会产生很多飘龄 这一点很多人其实都忽视了 在这儿呢 我建议你可以喝一些 像橘菊汁子茶 日常防痛风肠背 降尿酸防痛风 关键还在于加快肾脏的排泄尿酸的速度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多喝水 让肾脏产生更多的尿液 从而使它溶解 并带走更多的尿酸废物 但是单纯喝水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我们可以在水中加入 我刚刚提到的 可以对抗高尿酸的橘菊汁子茶 那茶方呢 出自于古一名书 金奎要略 橘菊 枝子 洗净加水肩服 每天两次饭后服用 那中医记载呢 橘菊它具有通便利尿 清肝去火的功效 而枝子呢 会有一些消肿止痛 清热力湿的作用 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呢 橘菊富含有多种类似于 利尿剂的活性成分 可以促进尿液生成 而且作用持久稳定 而枝子中所含有的枝子肝 以及它的水解产物 也有一些显著的 症痛 消炎 治疗软组织损伤的功效 这两位中药呢 一个能促进排尿 一个能缓解关节疼痛 是降尿酸防痛风的环境搭档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